身體就等於肉體嗎 安娜奇舞蹈劇場的導演 不這麼想 他在最新創作中 重新探討身體的定義 藝術家說 如果有人受傷 因此裝上了一隻 那麼一隻就可以算是身體嗎 安娜奇今年跟奧地利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合作 在國際顧問跟團隊的協助之下 增強了360度環場投影的效能 他們也將在九月前進歐洲 在林茲電子藝術節 擔任開幕演出 漆黑的劇場中 女舞者在地板上翻轉身體 搭配上360度的環場投影 城市的地圖 在肢體的移動間慢慢地成形 我們的身體是可以創造空間的 身體正在蓋一個城市 它慢慢地去把這個城市蓋起來 那身體創造空間之後 事實上它身體是可以改變那個空間 你在改變那個地景 你要改變那個都市的空間的氛圍 他這次透過結合科技投影藝術 要重新建構身體的定義與存在 這一件作品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到底你對於身體這件事 你怎麼看待 既有的定義 你能不能去重新去思考去推翻 然後再反過來問說 所以這件事在現在2015年 那個定義還需要這麼地鞏固成 身體就是肉體嗎 在現在這個Big Data時代 所有的definition會一直不斷地去改變 那你必須重新面對所有事情 而且是不斷浮動的 與新媒體的科技藝術巧妙的結合 安納齊重新定義身體 提供觀眾不同的思考方向 提供到具體的名字 我可以證明 這件事把碎比